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距离24年女排试联赛开打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中国女排就将迎来她们的首秀 由于球队还没有拿到巴黎奥运会名额 故而本次试联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球队全力备战之际 一则好消息传来 那就是首周对阵对手实力削弱 根据赛程 中国队首周将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 依次和韩国、美国、加拿大和塞尔维亚四支球队交手 除了韩国实力较弱外 美国和塞尔维亚都是传统强队 加拿大则是新贵 在奥兹赛上 中国队还曾富于对手 所以实力不容小觑 好在塞尔维亚已经公布了参赛名单 他们将派出替补出战 博斯科维奇、奥杰年诺维奇等名将都会缺席是联赛 用替补征战式联赛 主要原因还是考虑到欧洲联赛赛程较长 目前 博斯科维奇和奥杰年诺维奇等人都还在吐超 一甲征战 如果贸然回归的话 虽然会提升球队的战力和成绩 但并不利于球员的身体恢复和球队的长远考虑 塞尔维亚已经拿到了奥运会参赛资格 所以本届时联赛 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次为奥运练兵的普通商业性赛事 既然如此 还不如考察一下年轻队员和替补为好 不管塞尔维亚女排出于何种目的派出替补 对于一心想要拿到奥运资格的中国女排来说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中国女排要是能够战胜塞尔维亚 那么世界排名就会上升 有利于保住亚洲第一的位置 没有了博斯科维奇等人的塞尔维亚女排 应该还是很难打过朱婷 张长宁回归的中国队 是联赛首个对手韩国女排 则是更换了四人 李肃英左侧脚踝韧带撕裂 金多恩右侧膝关节旋转肌部分撕裂 金盐间左侧脚踝内侧伤 何文正元右膝关节外伤性关节炎和半月板伤理队 新加入的球员分别是朴秀妍 文志云 金采源和韩多慧 这四名球员中 李肃英的离队对韩国女排实力影响最大 巴黎奥运周期 韩国队的水平急速下滑 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 是联赛一胜难求 已遭遇27连败 2024年的首场比赛 又是和亚洲第一的中国女排交手 估计将会创造28连败的记录 虽然韩国实力快速下滑 但在打中国队时 还是会惊出我们一身冷汗 故而中国队不能放松 仍需小心 拿下韩国赢得是联赛开门红 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至于和美国的较量 中国女排若是有机会 也要全力争胜 对阵加拿大式复仇战 更要全力以赴 面对人高马大的塞尔维亚 中国队需要发挥快变特长 趁着对手派出替补 全力拿分 与此同时日前 中国女排二传丁霞职业生涯 首次夺得波兰联赛总冠军的消息 引发外界关注 不过在外媒发布的冠军海报上 丁霞却不见踪影 从这张海报来看 夺冠的玻璃彩花工队 共有13名球员的照片 唯独缺少丁霞 这一区别对待 让很多中国网友感到不满 有人认为 这似乎是外媒故意而为 也有网友表示 继朱婷的欧联杯MVP被偷后 丁霞又在波兰联赛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还有球迷指出 波兰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场比赛 玻璃彩花工队教练组始终没有让丁霞上场 尽管球队最终夺冠 但丁霞的参与感大大降低 不过首次刘洋波兰就随队夺得联赛冠军后 丁霞也刷新了中国女排球员刘洋的新记录 按照计划丁霞将回归中国女排 与李盈莹 袁新月等一起备战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 争取拿到巴黎奥运会入场券 但球迷则表示 丁霞的综合实力出现下滑 不看好其三战奥运 2023赛季 丁霞接受了膝盖手术 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 他没有继续为辽宁女排效力 而是选择加盟波兰玻璃彩化工女排 职业生涯首次流洋 由于受到伤病困扰 再加上体能和竞技状态下滑 丁霞在波兰联赛前期的表现较为一般 逐渐沦为替补球员 上场时间有限 总决赛阶段 玻璃彩化工队与热舒服队争夺冠军 前两回合比赛 玻璃彩化工女排均战胜了热舒服女排 拿到冠军点 不过丁霞并未获得出场机会 总决赛第三回合 玻璃彩化工女排以3-1再胜热舒服 进而以大比分3-0获胜夺得冠军 这也是对史联赛第九冠 对于很多中国球迷而言 最期待的莫过于丁霞能够登场 但玻璃彩化工女排教练 似乎没有大局观 总决赛三场比赛 一直让丁霞坐冷板凳 有网友直言 愣是一分钟没上 瓜对球员在国外联赛 这么不被认可吗 而更让球迷气愤的是 外媒在刊登的夺冠海报中 竟然引去了丁霞的照片 网友纷纷评论 简直离谱 故意的吧 从联赛被案在替补习道 从冠军海报中消失 丁霞仪受到不公对待 据悉在结束波抄征程后 丁霞将回归中国女排 与队友一起备战 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 对于已经34岁的丁霞而言 她的最大目标就是进入 中国女排巴黎奥运会参赛名单 此外 北京时间4月21日凌晨 在一甲女排联赛决赛 第二回合比拼中 中国女排名将 朱婷效力的斯坎迪奇队 2比3布迪科内利亚诺 大比分与对手战成1比1 朱婷全场接了最多的42个一传 贡献12分 在决赛首场比赛中 斯坎迪奇曾在客场苦战5局后 先下一程 斯坎迪奇此番回到主场 再度经历5局大战 比赛中 斯坎迪奇在局分两次领先的情况下 两次被追平 最终 在决胜局6比3领先的优势局面下 痛失好局被逆转 最终5局大战 惜败于科内利亚诺 联赛13连胜记录也被终结 本场比赛 朱婷首发登场 并打满全场 比赛中 朱婷遭到科内利亚诺 有针对性的追发 全场朱婷接了42个一传 失误4次 一传到位率和完美到位率 分别为31%和12% 随着比赛的进行 朱婷受到体能拖累 表现也有起伏 全场进攻37次 得到12分 其中扣球11次 成功率为30% 第一局9扣2中1失误被篮 一篮拿到3分 第二局6扣1中0失误被篮 第三局9扣1中2失误被篮 第四局9扣5中1失误被篮拿到5分 虽说进攻得分不多 一局也就2-3分左右 但朱婷在一传和防守端 贡献了许多精彩的表现 全场最高的42个一传 4次失误 到位率30% 完美率11% 安特罗波瓦拿下全队最高的34分 之所以会被逆转 和主帅巴伯里尼换人过完有关 斯坎迪奇决胜局3-0 9-8反超 结果被卡到9-13 巴伯里尼10-14落后才想到 换人发球太晚了 相比于第一回合精彩的换人 让决胜局反败为胜 相比之下 这场太保守了 第四局输得可惜 第五局没抓住机会 更可惜 球员得分 安特罗波瓦34分 赫尔博茨10分 科内哈克27分 普拉默17分 卢比安11分 和罗伯逊10分 4月25日 一甲女排联赛 将进行决赛第三回合争夺 届时 科内利亚诺将坐镇主场 与斯坎迪奇交锋